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4年1月14日 今天先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曾經被認為是黃絲藝人的周柏豪 自從和黑暴割蓆之後 在內地發展得很好 但最近他疑似被那群小黃人報復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周柏豪又會怎樣應對呢? 另外 昨天台灣進行選舉 結果民進黨的賴清德當選 究竟他當選後會不會立即宣佈台獨呢? 解放軍又是否已經準備好武統台灣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香港的部分藝人政治立場很有問題 例如何韻詩、黃耀明、杜汶澤等 擺明支持黑暴煽動年輕人犯法非常離譜 但亦有些過往曾經表態支持黑暴的藝人迷途知返 和那群黑暴各席贏得很多人的尊重 不過那群小黃人當然不會放過他們 會向他們報復 而其中一個被針對的就是歌手周柏豪 周柏豪出道以來都頗受歡迎 曾經獲頒發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最受歡迎男歌手 戚測樂壇流行榜頒頒獎典禮的樂勤男歌手金獎 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的十大中文金曲男歌手金獎 以及新城敬爆頒獎禮的敬爆男歌手獎 集齊香港四台年度男歌手獎項的最高殊榮 也不是說不厲害 不過可能年輕的時候不懂事了 在2014年的時候 周柏豪曾經在IG上post過和黃之鋒的合照 被人質疑是否支持港島 直到2020年周柏豪接受聰明歌陳百祥訪問時 就解釋說當時是因為剛完結的演唱會 不少嘉賓都會帶朋友到後台和自己拍照 當時不認識黃之鋒 亦不清楚他的立場 但身為歌手 會尊重嘉賓和粉絲的要求 所以就答應一起拍照 沒想過會引來大家的誤會 另外當這個人問到周柏豪怎麼看黃之鋒 呼籲外國制裁中央和香港官員的時候 周柏豪強調不認同黃之鋒的理念和做法 說就好像媽媽和兒子吵架 沒理由找隔離的太太打自己媽媽 無論如何都要跟自己媽媽和解 聽媽媽說 做一個孝順是應該的事 周柏豪在訪問中明確說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 說社會運動期間很怕見到暴徒私營市民 或者打爛別人店舖的影片 絕對不同意有不同政見 就要摧毀別人事業財產的做法 就為這次訪問 周柏豪正式和黑暴割席了 而去到同年12月 周柏豪更加在Facebook 出帖 說感激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 視自己內心最真實感受 一直以來 大家對他的政治立場有所誤解 但作為歌手最大的動力 就是希望透過自己的歌曲 傳播更多的正能量 為大家帶來歡樂 所以他正式除了和黑暴割席外 更加在那個帖子公開擁抱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有些人覺得周柏豪這樣做是為了賺錢 但中央似乎覺得 無論他真心也好 假意也好 既然你都肯公開改過 是應該給你機會的 所以之後他在內地和香港都越來越多演出機會 曾經上過央視唱《我和我的祖國》 而且更加有傳 他去年年底 在深圳一間高級酒店為婚禮做表演嘉賓 只是唱了《我的宣言》 和《最好不過》兩首歌 出場費就有70萬人民幣 可以看到他在內地有多受歡迎 除了在香港和內地受歡迎之外 周柏豪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粉絲 所以他原本想著1月19日開始 會第一次去到美國和加拿大開巡迴演唱會 叫周柏豪一起聲沙Fans Meeting 想著由紐約出發 經過聖河西 多倫多最後去到洛杉磯站 誰知道前日凌晨 周柏豪就出post說 本應滿心歡喜 準備好出發的行李 懷著喜悅和熱血 跟大家在美加見面 但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個令我非常憤怒和失望的消息 在多方協調無果的情況下 美加見面會不得不取消 基於保密責任 不能透露太多細節 但簡單原因是主辦公司不僅多次違背合約和安排失當 他之後還說 保護我愛和愛我的人 永遠都是他的首要 沒有人能傷害他們 沒有人 說會全力敦促主辦方退票 面對這個情況 主辦方之後也馬上出聲明 死口說公司一直處於良好發展及積極做好後續安排 仍會嘗試盡力推進巡演 又說對周柏豪的聲明表示驚訝 說對於這封公司公告 我們的驚訝程度跟粉絲一樣 真的沒有準備過 還說如果沒有溝通協商的機會和餘地 將會妥善做好相關工作和退票 給粉絲一個交代 擺明在這裡逃避責任 由於整件事本來已經簽了合約 卻出了宣傳 門票都在賣 但竟然最後要取消 令不少人質疑背後是否那群小黃人玩事 事實上據了解 上次肥媽要取消英國演唱會 就是因為那群BNO去了英國的小黃人搞事 威脅主辦方說如果繼續演唱會就會去搞他們 所以今次周柏豪面對的很可能是同一個情況 如果是真的話 就真是很離譜 怎樣也好 其實如果你不喜歡某些藝人 你可以不看他 但如果你透過威嚇的手法 令人們開不成演唱會 就真是很無恥 不過這樣真的一點都不出奇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正正用同樣的手法 威嚇我們正常人 宣揚他們自己的理念 所以希望周柏豪都能解決今次的困難 最後成功舉辦演唱會 說完周柏豪 跟著跟大家說說台灣大選 台灣省省長選舉昨天結束 雖然民進黨蔡英文過去十年做得很差 但因為在野的國民黨和柯文哲民進黨陣營 不能成功整合之下 被民進黨賴清德以大約四成的選票 成功偷計 延續民進黨的執政 不過不少人覺得 今次賴清德當選 其實就代表台灣已經正式走上末路 今次的選舉 台灣當地設置了17000多個票站 每一個去投票的選民會獲發三張選票 除了選省長的票外 另外有兩張票是選當地的立法委員 一張是地區選票 另一張是不分區政黨票 今屆台灣大選有接近1955個選民 今屆台灣大選有接近1955萬個選民 和四年前比較多了20多萬人 其中六個直轄市有接近1400萬個選民 佔總人數的七成 最大的票倉在新北市有超過340萬人 其次就是台中、台北市和高雄市 選民人數都超過200萬 和香港一樣 投票完之後 票站就會轉為開票所 進行開票和計票的程序 市民可以留在現場監票 數據就會直接上傳到中選會做統計 在昨天的選舉中 投票率超過七成 最終民進黨內清德以超過550萬票當選 得票率有四成 而國民黨後友宜也有460多萬票 至於請做台北市市長的柯文哲 亦有超過360多萬票 即是說其實柯文哲和侯友宜 兩個的票數加起來 根本比賴清德差不多300萬票 所以賴清德今次贏得 真是有點幸運 對於落選 國民黨的侯友宜 說未能完成政黨輪替 覺得遺憾 她說希望台灣各黨派 在選舉後要團結一致 不要再分化衝突 期望新一屆政府會聽清楚民眾的聲音 至於柯文哲 她說選舉結果證明 台灣需要藍綠以外的聲音 事實上 柯文哲的民眾黨第一次參選 就有這樣的成績 實力真的不容忽視 如果他們當初可以與國民黨協調 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至於當選的民進黨賴清德 她昨晚宣布勝選時 就說雖然自己贏了 但民進黨不能在立法院維持過半議席 有需要虛心檢討的地方 事實上 民進黨這次贏不了立法院過半數是嚴重的 因為這樣代表她一上場 就會變成成跛腳鴨政府 所有施政都會受到再惹國民黨的濟爪 賴清德說台灣會繼續走正確的路 不會轉向更加不會走回頭路 她又賣了口乖 多謝蔡英文和執政團隊過去8年盡心盡力 為改革和建設打下深厚的基礎 說自己和副手這個蕭美琴 將會在這個基礎上加倍努力 讓台灣穩健前行 讓人民過好日子 不過她說甚麼都是假的 台灣過去8年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大家有眼睛看 還假裝做到事 真是令人非常噁心 點得好 隨著64歲的賴清德這次當選 即是民進黨已經連贏三屆 成為當地自從1996年第一次直選後 第一個政黨實現三連霸 連續執政時間長達12年 對於兩岸關係 賴清德在勝選後第一場國際記者會上說 台灣在兩岸政策上一直是穩健 沒有挑釁 只是想要保持自由民主 台灣願意在對等尊嚴的情況下 跟北京對話 說和平是符合雙方的利益 不過她這樣說真的多餘 賴清德過去明明是勾結美國搞台獨 又不肯承認九二共識 所以如果她網上北京有事跟她談 就真是刺心網上了 難怪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彬華 昨晚評論選舉結果時 都說兩項選舉的結果顯示 民進黨根本不可以代表島內的主流民意 說解決台灣問題 完成國家統一的立場一以貫之 以至堅若磐石 將會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及外部勢力的干預 陳彬華發言人說得很對 今次選舉證明台灣的六成多人 都是反對民進黨繼續執政 反對他們台獨的路線 而且立法院院長 現在很大機會由在野黨擔任 令民進黨成為卑腳鴨政府 賴清德曾經說我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你說中央又怎會相信他呢? 預計兩岸關係可能會越來越差 如果他們做得很離譜的話 例如宣佈台獨 更加有機會出現武統台灣的局面 所以你說台灣是否有機會已經走上末路呢? 兩年前當梓敬剛剛當選立法會議員時 就受到BBC邀請接受他們的王牌節目 BBC Hard Talk的訪問 談談有關於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等等議題 有關訪問多謝大家的支持 當時得到很大迴響 私家現在差不多兩年了 最近BBC又再次邀請梓敬上他們的節目 今次討論有關於完善通緝 八個潛逃罪犯 二十三條立法 疑問和我們中國的經濟狀況等等議題 究竟BBC主持人今次又如何刁難梓敬呢? 我又是如何將他KO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請按這裏看這段影片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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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